同样都是眼前龙,为啥霍建华的扎龙口碑暴跌,而叶远的秦小四却备受好评,看看他们做的这三件事就知道了,同样都是妇传皇后对永宗去世,扎龙就是一种的大悲伤大颓背,但是死依也不想查他,朝政也不想管了,还得太后来提醒,谁懂啊,这里真的很像全家都指望这一个不忠气的男人出来警示,还不能打不能骂,就只能劝,悲伤当然不是错的,要知道自己儿子死了,不难过才是奇怪的,看看隔壁的秦小四,人家也是永宗, 死了,他也悲痛不语,甚至连路都走不返,但一听到世卫禀报紧急军统,就二话不说,召开卫议商量对策,国事和家事之间,他永远都优先选择国事,因为乾隆毕竟是个帝王,手握至高无上的权利,自然也就要承担起皇帝的责任,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完全不管家事,面对永宗的死,他不可能就窝囊的认下了,而是发挥自己的铁血宠外,彻查火灾真相,并对涉事者给予严厉的惩罚,这里虽然并没有抓住放火导致永 死亡的真凶,但在造场的第一时间,就调查了火灾发生的原因,并在以为是太监失职造成的后果后,毫不留情的把他们都处以死刑,短短几句话之间,就把一个冷漠无情,喜怒无常的封建皇帝悦然纸上,这也更容易使观众联想到历史上的乾隆,再反观渣渣龙呢,在永远去世之后,不仅没有彻查永远去世的真相,而是在那里PV皇后,说炉花飘进屋子是正常的现象,永远的死也是无奈,啊这, 卢瓜确实是不可抗论因素,但永远的哮喘更是众所周知的吧,知道了还不注意防奔,还没事老开窗户,渣渣龙你确定不查查永远身边的下人吗?这还是乾隆口口声声成为最看重的敌场者,结果这事就这么轻描淡写的结果了,如意传还标榜历史证据,我琢磨这历史上的乾隆,我不能这么窝囊吧,渣渣龙这是既救不了孩子,也不想管朝政,管不好家事,也管不好国事,只怕真的乾隆看了都会气得先棺材板, 更别提各方面都护照得很不错的秦小四了,这么一对比,简直就是高瞎立判了,董洁演的复查狼话和秦岚演的复查荣音,到底谁才是你心中的百月光复查皇后,要知道她们的人生都是历史上著名的孝纯贤皇后,作为乾隆皇帝的白月光,连历史都偏爱的人物,她到底有多传奇,历史上的复查皇后简直可以称得上一句完美,她从小就学习琴气书画,并且自幼聪慧,是滴滴道道的名门大家出身的淑女,并且才九岁的时候,就写的一首 好书法,连四大爷看了都惊艳不已,称赞其书法有欧阳寻之骨,也因此复查世在我们四大爷面前有了非常好的印象,直到为还没登机的小四选婚配时,四大爷心里的第一人选也自然是她,而小四对复查世也是十分喜欢,两人之间情色和鸣,恩爱非常,这点和延续攻略里的复查荣音大差不差,她和乾隆会在上朝前打闹,也会在公道上牵手,相比之下,如意传的复查狼话和扎扎龙则更像职场上的搭档一些,扎扎龙对狼话, 更多的是敬重,她把所有的爱都给了如意,在乾隆登机之后,复查世也从敌附近顺理成章的升为了皇后,但她并没有因此失去本心,而是认真打理后宫,担起了自己的责任,是真正的做到了母仪天下,为了响应前朝奉行节俭的政策,她在后宫也主张妃子们节俭用度,并且以身作则,因为当时后宫娘娘们的装扮除了重大场合都多为苦素,在这一点上,延续攻略总体都有了一个很好的还原, 而乾隆和复查皇后的感情也一直都在不断升温,有一次乾隆皇帝生一场重病,只有复查世陪在身边尽心尽力的照顾,这段在延续攻略里也有所体现,只是在如意卷里,本来由复查狼话的照顾移接给了如意和淑妃,这样的改动属实是让人有些摸不着头脑,复查世样样出众,可惜天度良人,纵使复查世和乾隆十分恩爱, 但他们的子嗣服却很单薄,复查世前前后后,为乾隆生过两男两女,只有和静公主活了过来,两个二哥,一个活到了九岁,甚至都被乾隆立为了储君,却不幸去世,另一个刚出生就夭折了,复查世因此大受打击,一并不娶,纵使乾隆万般小心的照顾着,复查世还是不可避免的衰败下去,就此相消欲运,乾隆因此大受打击,甚至一段时间都十分消沉,因此如意传里,乾隆以为狼话做了很多狠心事而疏远他, 实际上是不存在的,要知道复查世死后乾隆大仙国丧,这皇帝一生做事四万多首,唯有纪念复查世的一百多首是情真意切,足以见得他对复查世的感情也多深够了,这么一对比,如意传和言喜攻略里的皇后谁更符合事实,那真是不要太明显了,没开玩笑,如意传和言喜攻略竟是同一个礼仪指导,要不是看了如意传和言喜攻略的礼仪指导花絮,还真没注意到指导演员礼仪的老师竟然是同一个,如意传的礼仪指导, 礼仪指导老师虽然一直都说是正小红,但他只是在开拍前给演员们统一的做过一个礼仪讲授与演示的课程,据说在现场也就是指导了三天,而根据如意传的花絮来看,现场指导礼仪的老师和言喜攻略的老师是一样的,不过如意传的礼仪实在是不敢恭维,和言喜攻略那种规规矩矩的动作一比,显得潦草了许多,为什么会这样呢?其实看花絮就明白了,言喜攻略的礼仪明显是开拍前,演员们专门及格起来,让老师带着一对一� 训练的,看演员们穿的私服就知道了,因为言喜攻略的演员不仅要学习妃子的礼仪,还要学习宫女的礼仪,内容非常的繁多,所以需要老师手把手的进行指导,每一个动作都要细抠,这样做既能保证质量还能在正式开拍的时候,不拖慢剧组的进度,是一个很合理的安排,而如意传呢,则是直接在偏长老师现交,演员穿着细服照做,看起来如意传剧组好交了不少,演员跟着学姐便就能上阵了,也不需要像言喜攻略那样细抠,看上去是细练 接上了不少时间呀,看起来一些演员是真的很省事,至于结果为什么天差地别,反正不可能是指导老师的问题,毕竟两次都是打工人,指导老师每次都是尽心尽力,不可能说是厚此薄彼,只是希望以后古装的演员和剧组都能对鲁迷上点心,毕竟角色一太好的话,对影视剧还是很加分的